Om A Rābhājā Nād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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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人素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人上师 无上甚甚微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素罪 愿即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开始讲阿毕达玛居舍论 这个居舍论也可以说 我们很长时间大家希望能讲这样的居舍论 也就是说是五部大论当中的阿毕达玛居舍论 这个作者的介绍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实情论师的见解 这样的居舍论的作者实情论师 人们成为第二大佛陀 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涅潘以后 真正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祈祷弘扬 就与佛陀没有什么差别 这一点我相信你们读完《居舍论》的作者 实情论师的前面的略传应该清楚 我希望如果你们以前没有看过的话 一定要详细地看实情论师的介绍 因为实情论师真正是对我们佛教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我们现在要闻思这样的实情论师的论典 应该是具有一定的福德 具有一定的缘分才能有这个机会 前面《菩提道次定论》的上师传记当中的 一个实情论师的略传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多罗诺陀 也可以说达兰娜他 他造的一个印度佛教人里面的实情论师的略传 我希望你们先应该看看作者的身份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现在陆达庄严之一的实情论师的论主 我们这个闻思是非常有缘分的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一点按理来说的话 在这个地方先应该给大家介绍 实情论师的生平和见解 但是因为世间关心我 基本上在这里不说 然后第二个作者的话 就是我们江阳罗菲王王 就是他老人家的生平 这个生平的话 我也是在前面写了一个箭记 这个箭记也基本上是他的传记 所以里面的基本上一些重大的实情 和他的一生当中的简单的实情 也写出来了 我希望因为江阳罗菲王帽 他的生平也应该值得了解 首先我们不管是学什么样的论点 作者一定要认识 作者了知以后知道他的智慧 也知道他的加持和摄受能力 这样一来我们对闻思有很大的利益 这是前面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今天我们开始开讲 也是非常吉祥的日子 我们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节日 这样我们就开始开讲举世论 举世论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认真的思维 背诵思考和闻思修行 这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花一定的精灵和智慧 恐怕这个举世论也是比较难懂的 不可能轻而易举的你的相续当中 生起了举世论的有关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给大家简单的宣讲 举世论的讲义 举世论它有颂词和讲义 这个讲义在藏传佛教当中也非常多 这个汉传佛教里面也有一些 但是我们下面也可以介绍 有些汉传佛教里面的 有些居士论的诸数特别固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可能看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有些比较简单 也没有真正讲到居士论的真正的含义 这样以来我们这次讲 洛特洛伯的居士论的讲义也不光不略 基本上是能宣说它的真正本来的含义 因此我们现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希望各位导游应该认真的闻思 从开头到结尾应该善事善众 下面我们开始看居士论识 就是居士论识 这个颂词下面每一个里面都已经讲了 因此我们不光说 下面居士论识 是加尔罗特洛伯造 它是翻译 就是阿比达玛 就是阿比达玛 这是阿比达玛 就是阿比达玛 就是现在我们的语言来叫 阿比达玛 就是阿比达玛 阿比达玛 过哈喀喀喀 以前吧 以前一般的这种翻译当中 就是阿比达玛 就是阿比达玛 这样的话跟藏文的音有点点差别 但是我想是可能用这个也好 用翻译的话 也可以吧 就是比较通常的 然后它这里过哈 就是居士的意思 就是居士 嘎喀喀喀喀 就是颂的意思 这个下面有介绍的 我们这里不做也可以 然后藏语呢 就是求无本作记 赐雷尔续达 就是这个是 然后这个韩语 韩语的话 就是对法藏颂 对法藏颂 定义文殊四礼同志 就是这个定义文殊四礼同志 就是下面有介绍 下面呢 我们就是讲那个 作者讲 洛特庚伯呢 就是他在前面就是写一些 他的这个赞颂定义句 成熟二者菩提大果为实力 于是无为四字所作伤 慈悲为总宣说有无路 一切法力本色前尽力 这是那个作者 对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定义句 他的意思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 就是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的这个大菩提 就是已经成熟了 就是这个国为呢 就是完全的已经成熟了 然后呢 就是他在国为的时候呢 已经具足了这个实力 就是知除非除力之力啊 还有这个知业报力啊 知种种皆知力啊 等等就是有这个 这个《入宗论》里面讲的一样 就是佛陀呢 就是具足这个实力 还有呢 就是四无为 就是四无为呢 就是正正觉无为啊 然后这个录音精无为 还有那个说法障 什么这个说法障法 说障法吧 就是说障法无为 说出离道无为吧 就是他意思这个 这个说法的过程当中 就是不管是在神面前都是 根本不会有任何这个障碍的畏惧等等 就是具足这个实力和四无为的这个 这个四字座上呢 就是一大堆为利益众生 宣说有路和无理由的一切正义 在正义的这个本师 释迦牟尼佛面前就是做着这个 就是讲义的这个作者呢 就是已经做定义的 因此这个讲乌德王波呢 也不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前面一定有介绍了 我这里就是不做他的这个 希望你们呢 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有些 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些高僧大德和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呢 还是这个从本质上不相同的 就是他们这个一生当中的 蓬烦一生的事业的这种行为呢 就是确实是我们这个应该值得赞叹随喜的 下面这个知识 因为讲乌德王波的话呢 我想是这个见解呢 就是很有必要给大家就是了知 就是如果我们明年讲得成那个隐秘的话呢 就是隐秘也是主要是讲那个 迦牟尼罗德王波的量力宝藏论的那个 就是讲义 就是讲义 因此呢 这个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是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定义句语 下面呢就是用那个定义这个加义存词 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宣说了这个对法藏 就是对法藏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巨色论 我们现在经常说是精通三藏 三藏的话呢 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教里面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经教里面的这个三藏呢 就是我们闻思也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我们论典当中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巨色论呢 就是对法藏就是论藏 因此如果你巨色没有学好的话呢 就是三藏就是没办法这个学好的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当中呢 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巨色方面的这个道理 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 就是后来经过这个三次阶级 三次阶级的时候 第一次阶级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加义尊者呢 就是这个对法的这个积极者 就前面也讲来吧 阿难尊者呢就是这个金藏的这个积极者 然后这个尤婆尼呢就是绿藏的这个金藏者 然后那个这个就是加义尊者呢就是这个 就是论藏吧 就是论藏的这个积极者 就是所谓的这个论呢 就是在这里是对法 就是也叫做是这个对法藏 就是对法藏就是三藏里面的这个论藏 他这里这个加义尊者呢 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是 这个以土头性就是 十二土头性的功德呢 就是已经增上这个迹象 整个南战部罪和整个这个世界呢 就是以这个加义尊者呢 就是他以这个土头性的功德呢 就是增上了这个迹象 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就是最后这个珍重的教父呢 就是他这个如来的所有的这个教法 释迦牟尼佛涅潭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七大传承主持当中 第一个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 叫这个所有的教法呢 就是交给这个阿拉加书尊者吧 就是加书尊者 然后呢就是他这个驱入涅潭的 就是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这个教法呢 就是交给这个他的 那么这个加书尊者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弥勒菩萨的教法当中呢 就是获得这个大乘的这个成就 就是解脱 就是这样也可以说 或者呢就是有一种讲法的话呢 就是让我们呢 就是在弥勒菩萨的这个教法当中呢 就是获得这个解脱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对法的这个闻思以后呢 就是愿我们这个从弥勒的教法当中是获得解脱 就是这样也可以解释 总而言之呢 就是积极对法的这个加书尊者呢 面前就是顶礼 就是这是这个作者呢 就是第二个就是先顶礼佛陀 就是然后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三藏里面的对法层呢 就是对这个加书尊者的阶级就是有极大的这个密切的关系 因此呢就是先就是在这个尊者面前就是顶礼 这个呢就是后来那个对法层呢就是在这个人间这个如何弘扬 就是如何弘扬的这个道理就是讲的这个前面我们这个三戒论的这个 公安当中也有就是讲过一点那么浩瀚无边的这个主法的这个法相 也就是说是这个对法层里面呢就是主要宣说了一切万法的这个中相别相 他的这个行持他的劣别法相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宣说的这个明明白白就是就是 就是浩瀚无边的这些这个法的法相呢就是没有一点这个剩下来就是全部都可以归宿于这个对法气论当中 就是对法气论呢就是下面有这个注射 这个对法气论呢实际上是其他阿罗汉造的 其他阿罗汉造的这个对法气论呢 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皮波萨论就是皮波萨论 我们好好的就是就是闻色就是就是冻到了这个据色论的道理的话 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个这个七大论点或者呢就是皮波萨论的这个争议呢 就是就完全会这个相同的完全会通达的 因此他证明呢就是说浩瀚无边的这个法的法相呢就是没有一点剩下的 全部呢就是包括在这个七大这个对法藏论当中 然后以此法藏满足智者业 以这样的这个法处呢就是满足这个所有的智者的愿望 那么这些呢就是这个加弹眼尊者等就是就是这个七大阿罗汉 就是七大阿罗汉呢就是前面这个对法气论者作者 还就是对法气论者作者 所以呢就是在这些阿罗汉面前呢就是也是地理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五百个阿罗汉呢就是造那个皮波萨论就是皮波萨论的话呢 那么这些五百个阿罗汉面前呢也是做着这个恭恭敬敬的顶礼就是 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对法藏这个俱舍论的话呢就是一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共同法门 他呢就是没有这个密法那样的这个殊胜 但是呢我想这一点这个想法的话呢就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对法藏的这些法门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获得阿罗汉以上的这个果位 所以这个毕竟是他们就是这个圣者就是就是 因此圣者的这些语言就是如果我们凡夫人不值得学习的话呢 那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笑话吧就是 因此说呢就是在作者的话呢 在这里也是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对法藏的传承的阿罗汉面前的话呢 也是这个恭敬的顶礼 就是传承上师 八德千顶礼就是 那么就是这个偈颂当中呢 也已经赞叹了世青论丝和还有安徽等 就是他这里这个安徽论丝的话呢就是 在印度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 《荒阳俱舍论》的这个大德就是 那么这些面前呢就是做这个顶礼的 他们是什么样呢 就是他们是这个 就交办这个无边无际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大海 那么经典这个大海这个交办以后呢就是 就是从中这个卸取了如意宝珠般的这个 这个俱舍论的这种论藏就是 那么这个俱舍论的论藏的作者呢 就是这个世青论师和 后来就是他的这个教义解释者呢 就是安徽论师以及呢就是 就是秦姜比亚等等 就是有一个教授子秦姜比亚 就是他是在藏传佛教当中的话呢 就是俱舍论的这个解释者呢就是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叫做秦姜比亚 就是他们呢就是 就是在很多的这些主持面前就是做这个顶礼 就是他们这个传承上师面前呢就是顶礼的 然后下面呢就是说 这个悲哀宝珠浮尘为小众 为众致敏普洱知察陀佛教身传文殊 持密藏 勤则忘博尊者前净礼 这里呢就是这个蒋勒敦王博他的这个根本上师呢 就是蒋勒勤赦王博 就是以前麦彭仑波切的上师 就是他这个面前就是做敌礼的 他是什么样呢就是 他是这个慈爱众生的这个宝珠呢 他就比喻成一种浮尘 那么这个浮尘的威胁或者是浮尘的这种煽动吧 浮尘的这种威胁 煽动的话呢 让这个无量的众生呢 就是证明这个解脱的道理 让他们呢就是 只是这个解脱或者是快乐的这种刹土 也就是说是通过这种浮尘呢 就是让无量无边的众生呢 就是引上这个解脱光明的道 然后呢就是他们获得了这个清净刹土的果位 这样的这个佛创神 就是佛教神传 佛教神传是一个上师的名字 然后佛教神传和文殊词语 密藏的这个蒋群臣文伯 在他们面前呢就是做敌礼的 这是前面这个蒋群臣文伯 他的那个传记里面也是有这个记者的 就是蒋群臣文伯和那个更改蒋群臣上师啊 等等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最这个得意的就是即位这个上师 具无边得希勒将尊尊 具大便财送给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这个让具尊尊 一戒头顿求恶气赵宝尊 传枪赐法三十千斤 这是那个尊者呢就是得这个 这个举手论法门的这个三大传承的上师呢 一个是那个希勒将尊 一个呢就是圣给仰尊 还有呢一个叫做图顿求其赵宝 那么这几位尊者的话呢 就是他就是得那个 就是举手论的这个三大传承 就是在这个三大传承面前就是顶礼 我知智慧犹如真言般 本不应量发脏将法语 然为自己修习诸法理 法行专写次论知诸 这是那个他很谦虚的就是做一个历史句 他说是我的这种智慧呢就是非常描述 就像是这个真言一般的 按理来说的话 本来呢就是不应该这个衡量就是现在这个法脏 就是以法脏呢就是这里面这个有关这个 这个修书论的这些道理就是 然给众生呢就是讲下法语 就是造这个论典的话呢 我本论的这个智慧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的智慧是非常渺小 就是根本就是 本来就是用我的智慧来衡量就是 如海丹的这个修书论的这个法力的这个大害 就是这是一点也是不应该这个衡量的 但是那你为什么是造这么好的这个论典 为什么是造这个讲义呢 这就是我为了自己呢就是 就是生生死死的 就是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就是获得一种窜息 就是获得一种这个窜息 所以对这个法力呢 就是我自己种下一个这个善给 或者是接上一个善言 就是接上一个善言 所以我发了这个菩提 就发了这个心呢 就是就专系这个讲义 就是专系这个讲义的目的呢 当然他老人家也是非常谦虚的 就是说他肯定是有这种智慧 但是呢在别人面前就是显得很谦虚的这种表情 然后呢就是说说我现在呢就是没有这个 好像那个把握就是给别人宣说这个聚舍论 就是我的智慧都是如何如何的描下 但是呢我还是就是为了自己这个修行 就是以前没有这个修行的话呢 就是自己还是进一步的对这个聚舍论的法力呢 就是更加这个就是这个深入这个就是理解吧 就是这样一来就是目的是这样的 因此呢就是他就专注了这个聚舍论的讲义 就这个意思 发心 专系 此论之注释 这以上呢就是 泡山定理句的这个多多显化作为前套 就是这是前面的这些定理句呢 就像是显化一样 就是我们这个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现在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就是供上这个显化一样 前面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 就是对这个聚舍论有关的传承上师吧 就是首先是那个就是什么就是 释迦牟尼佛然后这个家世尊者 然后呢就是其他阿罗汉 还有呢就是这个痴情论师和安徽论师 当这个所有的传承上师 然后最近呢就是在他的这个相续当中 获得这些法门的这个根本上师面前呢 做了这个定义就是做定义的这种显化呢 就是作为这个前行就是作为前行 然后接下来就是介绍这部聚舍论 是由我等大师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佛 亲自授记能背诵99部波罗颂 别人论这个语为是第二大佛陀的阿瑟琳 世青论师所造就是这个聚舍论的作者的话呢 就是他能背诵99部波罗颂 而且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亲自在文书根本序当中 是有这个书记的一格八毛 当你见就是什么这个白有这个 什么这个八文字的阿瑟琳 就是他那个八呢就是中间有一个油灵 油里面就是有个瓦子就是他这样来 很多这个有些书记里面呢 就是有这样来宣说的 好像是多罗诺头那个传记里面是有吧 但是多罗诺头的那个传记跟那个前面的用证什么 一些什么就是他们这个说法上面是有一点点这个不同的 可能翻译的角度呢也有一些是不同的 就是我的理解和那个就是这个 这个印度佛教师的意识的理解 有几个地方呢有一点点不同 虽然是一个公案 但是有些理解方面也可能有一点不同的 就是这个书记好像那个印度佛教师里面有没有书记 我忘了就是凡是我以前这个看过就是那个 那个菩提萨多和那个世青伦师呢 就是他是两个在这个文殊根本序当中是有这个收集的 因此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亲自说起 那这个背诵就是就万古的这个 不要说这个诵的 人们呢就是称为是他是这个世间上是第二大佛陀 真是是那个就是世青伦师的那个缘寂的地方呢 就是现在都是礼宝尔有的 就是那天我那个看了就是那个照片呢 就是现在还可以的 当时放了如意宝去的时候 不是这个就是朝拜那个世青伦师的这个仪塔 是世青伦师的仪塔 就是当时我也随便就是拍照吧 就是拍照的话呢 我想是本来在我们现在居士轮的前面 就是或者是后面翻一下 大家呢就是应该就是对这个世青伦师 生起很大的信心 不知道是你们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前面的世青伦师的公案一看的话呢 就是真是他不管是培养僧众啊 或者是这个讲经说法啊 尤其这个造论典呢 但各方面来讲的话 真是那个我们的还是很有这个福报 就是要学习这个他的这个论典 但是我不能想是他的这个仪塔呢 放在前面就是这次呢 就是可能就没办法就是那天就是这个 也时间就是来不及 只不过是前面画了一个世青伦师的像 但是那个呢 后来好像那个打印的时候 可能打印就坏了 还是效果不是很好 原来那个样本的话非常好 但是呢就是前面不是很清楚 不管怎么样呢 反正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对作者应该起很大的信心 就是世青伦师的话呢 就是真是那个对我们的这个佛教的教法 就是就是就成了这个 像释迦牟尼佛 第二个释迦牟尼佛那样的这个作用 就是就是就是 那么就是人们成为呢 就是第二大佛陀的这个 这个阿瑟利世青伦师就是所造的 全能呢就是通过五十内容 与八品词举加以抉择就是 就是就是五十内容呢 就是下面注释当中也是有 一般这个一切一步的优势呢 就是他们认为是所有的万法呢 就是包括在这个五十当中 所以我们这个据手论的内容 就是包括起来的话呢 就要讲这个五十 就是就是什么是色法 就是什么是这个信法 什么是这个信所法 就是什么是那个就是不相应和无微法 就是不相应法呢就是 它不是这个色法的 也不是这个信法的 除了这个色法和信法以外的有一种法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不相应法 还有这个虚空等等就是无微法就是 就是凡是那个 予其有不也好 或者是那个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第一传这个法论 就是全部包括在就是这个五十当中就是 就是因此呢 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第一传法论的这个 这个见解呢 以俱舍论呢 这个衡量 然后这个行为的话呢 以这个什么 就是什么 毗奈耶经 毗奈耶经来衡量就是 就是因此我们如果懂得了这个 这个俱舍论 又懂得了这个有关戒律方面 毗奈耶经方面的话呢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传法论的这个 这个教义呢 完全都已经这个通达了 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宿门也有如何的断战 然后呢 释迦牟尼佛的第一传法论的所有的 这个经别全部要闻思究竟的话呢 那就是这一点恐怕是不可能现实的事情 因此现在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呢 我想呢 大家应该值得高兴 我们在有些长度的人 十多年以来一直是等那个 就是这个讲这个俱舍论 在我面前也是可能有一百百人 就是说是能不能就是讲一个俱舍论 能不能就是讲一个英明 就是很多这个金刚道友呢 一直是这样这个申请和祈求过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和种种延期 就是一直是没有这个成功 没有这种因缘成熟 但这次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开始这个讲这个俱舍论 讲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是也不一定就是全部通道 我对俱舍论也是比较这个陌生 就是可以说是在所有的五部大论当中 是俱舍论是最这个就是不太熟悉的一部论点 但是呢 就我想依靠一些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些这个教言吧 就是也基本上是 可能大概的意思就是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希望大家应该 闻思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认真就是通过这个无识呢 就是无识是这个内容就是 俱舍论的整个内容 就是可以包括在无识当中 然后这个文字呢就是用这个八评 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翻译了这个四评 就是后面还有四评就是 总共以这个八评的方式来宣说或者是俱舍 那么词论呢就是分四个方面就是 就是因之仪和然后这个仪理 还有呢就是论仪和谋仪就是分这四个方面 首先是这个论仪之仪呢就是分三个方面 就是因明和然后这个解释论明 解释论的这个论仪 还有呢就是论仪之必要就是这三个方面来宣说 首先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移民吧就是移民 印度中国有四大这个语习 此部论语词翻译的名称 其叫做阿波达玛 什么 我看阿波达玛 刚才我们还是阿皮达玛吧 阿皮达玛是这个通称的 不然现在那个阿波达玛 就是达玛有点这个 现在的我们这个藏语的语言的话 就是阿皮达玛有点不同 但是呢现在是可以说是 在很多地方呢就是比较通称的语言 就是这样的话呢 虽然与藏语不是很通的 也许呢就是唐僧呢就是到印度去的时候 真是那个印度的这种翻译呢 就是还是叫阿皮达玛 就是这样的话 干脆我们就是用这个阿皮达玛 这样也可以 他这里呢就是说是这个印度呢 就是中共有这个四种这个语言 就是四种这个语言 就是以前印度的话呢就是 因为这个天语就是天语呢 就是现在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翻译吧 就是翻译就是这叫做翻译 就是说是天语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叫土语 就是这个当时那个奔出的那个 就是像那个印度就是他自己奔出的那个地方的这个语呀 还有呢就是叫做是这个颠规语 就是颠到的颠就是鬼 就是那个鬼神的鬼吧就是颠规语 然后呢就是叫做是那个恶语吧 就是恶呢就是沿旁一个呢 那个什么那个一个画就是叫做是恶吧 就是文化的画吧 就是然后这个误呢就是误界的误 就是恶语就是这个呢就是人们这个同理 就是现在呢就是所谓的什么这个 就是四大语系吧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就是 什么这个翻译系啊就是 然后这个印度语系呢就是叫这个翻译系 还有呢就是巴黎语系和还有这个毕色之吧 就是毕色之语系 就是称为是这个毕色之语系 就是称为是这个毕色之语系 然后呢就是什么这个 什么这个 阿婆上下吧 阿婆上下语系就是阿婆上下语系就是 阿婆上下语系就是 就是四大语系就是 世间上的这个比如说藏理系阿 巴黎语系阿 汉语系阿 这种说法和有点不相同的 就是 所以呢 印度呢有四种语系 一般来说印度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藏文当中 就是有两种说法 就是所有的藏格是印度的意思 印度呢就是说汉白 汉黑 有什么意思呢 汉白的话就是汉租白色 然后汉黑的话就是汉租黑色的意思 然后现在汉地的人呢 人们都称为是黑色的汉租 然后印度人的话就是白色的汉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印度人呢就是 他一般在家人也是穿白色的衣服 为什么戒律里面说是 不要穿在家的衣服 就是不能穿白衣 白衣巨色等等 这些意思就是说 印度人在家人呢 特别喜欢穿白色的衣服 以前我们表演 释迦牟尼佛《沙尔相传记》的时候 也是在家人全部穿的白色 所以你到了印度的时候呢 印度的在家人呢 特别喜欢普遍的穿白色的 因此呢在藏文当中也是汉租白色 称之为是印度 然后汉租黑色的话呢就是汉地人 汉地人的话呢 一般大多数都是喜欢穿黑色的 你到了南方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在古朗语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说大概有几千个人 几千个人当中穿白色的一个人都找不到 就是我们就顾虑在那边桥上 就是一直这个 就看看看看 就是一直找不到 这个都是可能 对现在的地方也有点关系 但是大多数呢 也是喜欢穿黑色的 就是看有些领导官员也好 或者是一般的百姓的话呢 也大多数的人穿黑色的 因此呢可能心也有点黑 也不知道 对佛教呢 有时候呢还是不太很关心的 不像印度 印度呢实际上是我们佛教的来源 释迦牟尼佛绰释的地方 人们的心也是非常善良 不管怎么呢 有这种我们藏文的文字上来讲的话 有黑和白的这种称呼 所以在这里印度呢 一般来说印度四大语系当中 这里首先是用翻语来说阿比达摩 是国哈 国哈是居士 不知道居士是什么样的意义出来 好像国哈跟居士一点都不接近 居士跟国哈有点都不接近 但实际上呢 现在我们居士论 就是所谓国哈的意思 现在这一个意义的对照 就是一位藏语 就是一位藏语 就是一位藏语的话 则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这是一位藏语 下面就是这两个对照 含义士为对法藏论 我说这里还有含义 一位对法藏诵 其中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 阿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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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位是对 就是对的意思 然后达摩呢 就是以为是法 就是阿比达摩 就是唐僧那个语的词 阿比达摩 就是我们经常说是 上阿比达摩 下阿比达摩 大乘阿比达摩 下乘阿比达摩 什么大乘阿比达摩 就是小乘阿比达摩 就是经常这样讲嘛 就是所以阿佩达摩 但是阿佛达摩 我们在语当中直接说的话 这个因非常接近 如果阿比达摩 就是他这里的对法 对法实际上是论的 也有论障的意思 什么叫做是对呢 就是这个是 《尽管庄严论》里面 就是有几个 什么就是 好像先前的意思 再三的意思 还有威严的意思 等等 就是了达的意思 通过有四种意思 来了解对 就是所谓的对 对也有这种先前的意思 什么先前呢 就是一切万法的这种法相 它的性质 它的类别等等 全部都一一都可以现前 然后再次的说明它的本体 所以叫做是对 然后这个法呢 法的含义就比较广的 本来这个法呢 比如说有些法的意思 也有所致的意思 它有十种意思 但是在这里的话 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 我们所学的所致 所学的学问 学问叫法 学问叫法 然后国海 国海的意思 就是说 藏 对法藏 应该是藏 藏的意思 这里面应该藏 藏库一样的 里面藏有很多的 对法方面的意思 所以现在很常佛教里面 经常想巨舍论 我们前面的颂词也是用巨舍论 其实巨舍论的话 就是藏 就是藏论 只有这个意思 别的意思没有表达出来 我们经常说我要学巨舍论 巨舍论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们学对法藏论 对法还没有语出来 光是说藏论 藏就是巨舍的意思 所以藏论当中也是有时有 比如说别人应用一个教证的时候 专门MZOT MZOT就是藏的意思 只有做两个字 做一个字 没有别的字来代替 但这里对法藏论 他这里过开以为巨舍也可以 然后盖尔盖意思是颂的意思 所以刚才阿比达摩巨舍盖尔盖 这样说的话也可以吧 你们以后我们这样意思的话 大家都可能知道 本来前面说巨舍 然后中间巨舍论的意义 说不出来有点困难的 所以这是巨舍论的翻译 这样对照的 下面解释论名 下面宣说解释论名 解释的论名下面的还有说 为什么叫对法藏论 这个下面还有宣说的 第三个问题 论名的必要 为什么取这样的必要呢 宣说翻译的必要 是为了说明此法有 取足可信的来源 宣说藏语是 为了感应意思之者们的恩德 那么这里为什么说 有一些翻译呢 说翻译的意思呢 一方面是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出世 因此我们为了观念释迦牟尼佛 要想念释迦牟尼佛的恩德 有这个必要 还有一个必要的话呢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念一些翻译的话 如果我们现在念翻译的话 来说我们成佛的时候 在自己的阿赖耶上 种下一个很善妙的善改 为什么呢 善事诸佛全部是以翻译来说法的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现在我们在印度的时候 如果有翻译结上这样一个善言的话 对来世有很大的利益 三世诸佛 这是有很多佛经当中是讲的 我们这个一千个佛 贤界当中的一千个佛也是 他们全部是转法论的时候 通过这个翻译来转法论的 也不是用藏语来转的 也不是用汉语来转的 所以这个翻译 这个天语的这种加持呢 就是相当大的 为什么是说很多论典当中是 前面有一个翻译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原因呢 就是这样的 有很大的加持力 有很大的加持力 还有呢 就是印度呢 不像其他地方 就是他的这个教法的来源非常清净 就是因此呢 就是对这个很有这个可信度很高 就是因此也是这个开头呢 就是说翻译 所以在这个呢 有很多的必要 就是宣说藏语思维呢 宣说藏语呢 就是以前的这些这个大恩上师的 这个义思门的这个恩德吧 就是因为如果当时 他们没有这个藏语译出来的话 就是现在我们的根本不中多 什么叫做是阿毕达默的话呢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阿毕达默就是 但是呢就是这些大德的这个恩斯门呢 就是已经翻译出来 现在我们才知道是 就是这个叫做是对法藏论 对法藏论呢就是阿毕达默的意思 阿毕达默句述论的意思呢 就是对法藏论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是进一步地会了解 就是他的这个意思 就为了就是怀念 就感念呢就是意思智者们的恩德 宣说 而则是宣说这个藏语和翻译的目的呢 为了同达两种语言的差别 现在呢就是讲这个伊利 顶礼文殊斯利童子 这是那个后来这个意思 翻译的意思加的就是 他原文阿毕达默这个颂诗当中呢 就是没有的 就是顶礼文殊童子 文殊菩萨生意已尽出了一切 出罪之格 一切凡夫圣者所依之的殊胜对境 尽管早已成佛 但现前上还是仍然是 以八地菩萨童子的形象诸实 就是有些说是八地菩萨 有些说是十地菩萨 虽然就是文殊菩萨已经成佛了 但是以八地菩萨的方式来出事 以此在翻译论典之前 书显三门宫经作顶礼这个意思 就是翻译藏文的意思 当时他跟汉地翻译的意思 有点不相同 比如说唐僧的话呢 他翻译的前面没有伊利句 一般藏传佛教的很多意思 他在从翻译议成藏文的时候 因此有一个伊利句 因此我这次是从藏文当中移过来 因此把藏文的伊利 早样翻译出来了 意思们首先是恭敬顶礼 这样顶礼的必要是什么呢 一方面为了是翻译圆满等 实现众多暂时与究竟的一些愿望 暂时的愿望 暂时把这个翻译全部圆满 然后究竟的愿望 凡是与大纪念的众生 都获得无常圆满的佛果 这些都是究竟的愿望 之所以特别顶礼文殊菩萨 是让人们知道 此论是龙藏的诸实 如果我们顶礼文殊菩萨的话 人们都知道 这是三藏当中 论藏的论藏 属于论藏 不是属于律藏 也不是属于金藏 所以人们一看就知道他是论藏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以前那个国王 吃了八见国王 吃了八见国王 他是十二岁的时候开始当王位 藏地应该四十一王朝国王 四十一王朝国王 当时他是大狮子菩萨的化身 而且他有些历史里面说 他的土法始终不喜欢戏 因此他的群里名叫做巨法级国王 但是他的土法不管怎么宰藏也是 凡是对出家人特别特别的恭敬 他为什么叫吃了八见 吃了八见 具法级的国王的意思 具法级的国王 他的土法编在地上 然后让出家人 本来他是藏地的四十一代国王 但是他凡是见到出家人的时候 把法级送下来 然后铺在地上 然后出家人过路 是这样 对出家人非常恭敬 后来在藏地的时候 他就建立了非常广大的一些 咱们仪讲仪经的场 以前唐代一样仪经的场所 以前三藏已经翻译过的这些 为了区分三藏之间的差别 他就前面加不同的定义句 他说凡是绿造方面的前面 加定义都是释迦牟尼佛 这说明因为有关戒律方面 唯有释迦牟尼佛才有开持的权利 所以前面加上一个定义佛陀 然后凡是经藏方面 全部前面加上一个定义诸佛菩萨 为什么这样讲呢 凡是经藏方面 全部是诸佛菩萨通过文达的方式来记录下来的 因此为了说明这一点前面加定义诸佛菩萨 然后凡是论藏方面 对方我们这个居士和对方方面的这些法 全部要加一个定义文殊菩萨 为什么这样加呢 因为文殊菩萨才有非常深妙的智慧 他用细微的见到一切万法的差别 法和法相 忠相和别相 他的差别和列别 定义等等 这些只有维素菩萨的智慧的境界 因此有关论藏方面的全部是加定义 后来在藏文上面也是 他做了一些交对和改造 所以阿德赤尔大家在藏地 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国王 不仅是藏地很有名的 而且他到汉地五泰山 五泰山 东泰和蓝泰和中泰之间 他就见到文殊菩萨以老虎的形象来见到 在这个地方 他就造了一个佛塔 到现在还是存在的 那个叫做佛罗上面 在山顶上有个很高的佛塔 所以他当时为了区分 为了区分 这部轮带 属于是轮藏的诸书 因此辨别三藏的顶礼 也是法王规定的顶礼 法王规定 法王吃来八千 他规定的 他后来因为他对佛教非常的崇拜 经常这样崇拜 后来有一个大臣 他对佛教不信仰 后来对国王生气很大的诚意见 后来被他暗杀了 也是这样的 但是马达吃来八千 他对佛教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他对藏文上面 以前藏文有很多古文 后来这些古文全部盖进现代文 然后从文法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改造 所以通过他以后 对三藏有不同的顶礼句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三藏 全部是以这些顶礼句来分 这也不好分的 因为马达吃来八千 以前也有很多的意思 他意思的话 他自己对哪一个本者和上师和佛陀有信心的时候 他随便也是前面加一个顶礼句 后来的话 有些可能也意思 不太喜欢听他的 听国王的规定 他自己顺便也是 对本者的地名也有不同的 这个是所有的论藏 能不能这种规定来分析 这也不一定的 但是大多数藏传佛教的这些三藏 全部是通过阿德赤萨班间的规矩 能分下来的 所以这以上已经讲了顶礼句 让真正的论文明天再讲 中文明天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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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